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面对网络行销工具的千变万化 许多人的感觉就是学到最后有点无所适从 不晓得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学如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句治理名言深藏在我们的心中 这又让人家内心极度的纠结 到底该怎么办才能够生存下去 好心慌啊 首先,这些心路历程真的是很难熬我知道 因为我也是过来人 而且我感觉各行各业在台湾都不是很好过 不只是身为员工的低薪很难过 其实许多企业主自己都快生存不下去了 所以真的要教一家企业把行销预算拉高 真的有困难 那到底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以下我就提供几个可以自我检视的具体 该做的事项条列出来 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 具体的描绘心中理想的客户条件 越精准越好 从小众的族群先去锁定它 有了成绩之后呢 我们再开始放大范围 才不会去乱枪打鸟 失去了方向 第二个 我们列出客户最常问的问题 越多越好 把每一个问题都放在网站的Q&A的问答服务区 我们再把这些问答列为部落格的文章 把这些问题当成文章的主旨 然后把这个答案当成这个文章的内容 因为这些文章很容易带来免费被搜寻到的流量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第三个 我们去列出为什么客户要找你买的理由 这是一种特色的区隔 让你和你的同业不一样 否则客户要跟谁买 其实对他来说都一样 他就不会记得你是谁 所以我们要记住的是 不要去写那些无法衡量的形容词 什么叫做无法衡量的形容词呢 比如说 我最专业可靠的诚信热忱 那你写这个东西 客户感觉不出来啊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写嘛 所以你要写出你有 别人没有的具体特色 比如说 假设你是买手机壳 你可以讲说 我的手机壳呢 还能够当成无线充电座 诶 那这个别人买不到的感觉 你的特色跟别人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呈现你个人特色的方法 或者说呢 诶 我能为你量身定做出客制 你需要的纪念品 诶 这个就很具体 客户感觉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而不是在卖一些到处都买得到的东西 那第四点呢 就是去具体的说明 你自己是哪一方面的专家 去塑造你的专业形象出来 因为消费者他们都喜欢听故事 把你自己呢 塑造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才是能够让品牌快速进入客户心中的捷径 第五点 是否每天都有收集客户名单的习惯 这个就好像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 做陌生开发一样 如果你不持续的去收集客户的名单 那就好像业务员不去拜访新的客户 那你的业绩要从哪边来 所以呢 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去做曝光 最后都一定要有一个 可以让客户加你为好友的一个签名单 譬如说 让他去加你成为LINE AT的好友 或者是去订阅你的电子报 加入你的这个电子报行列 你这样才可以全发讯息给他 那第六个呢 是否去固定周期的和客户的名单去做联系 因为刚刚第五点我们讲的去收集客户的名单 问题是你收集这些客户名单之后 如果你不联络 不跟他们做联系 那就枉费你收集的这些名单 这就好像什么 好像业务员去拜访了新的客户 拿了很多的名片回来 但是呢 却从来不和这些拿到名片这些人固定的去保持联系 那过一阵子呢 大家就忘记你是谁了 那你当初辛苦收集的名单 不就白费了吗 所以要建立持续的信任关系 这个才是我们收集名单的目的啊 第七点 收集客户名单的流程 是不是已经系统化了 它是为了避免你去瞎忙 浪费时间 因为网络行销呢 就是在建造一个系统化的平台 它能够去逐渐取代 业务员的开发工作 这个所有的曝光哦 我们都把它导回到这个平台来 收集来的客户名单 我们用系统群发讯息 还有和客户做交流的方式 甚至呢 我们用真的人去打电话给客户去做成交 那这个系统呢 它可以节省更多开发的人力资源 所以这个系统可能就是一个网站 那让人家进来这个网站去填写你的表单 交流你的LINE的好友 这就是一个系统 去收集陌生客户的名单 然后不断的用系统去跟它做联系 做群发 第八个呢 不要去停止你去收集成功客户见证的案例 然后呢 再把这些案例放到哪里 要放在你的网站的销售页里面 我们去检视一下上面这八个要点 是不是都已经做到了 如果都已经做到了 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正题咯 看了那么久 还没进入正题吗 是 因为我们今天的正题是 网络行销呢 就是在做长期的品牌经营 那每天固定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真正的正题 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上面八件事情只是提醒我们 去检视自己到底漏掉了哪一项 那我们就要赶快去补足它 但是每天的工作还是要做 而且要排入行事例 来当成工作清单 那这些工作呢 就是我们去持续做曝光的动作 譬如呢 第一个 写文章 而且这个文章呢 你要把它同时发布到 部落格去 还有LINE AT的主页 或是LINE的动态消息 或者是用LINE的群发 或者是把文章放在 脸书的个人页帖文 或者是粉丝页帖文 或者是IG等等的平台 OK 写完一篇文章 你就把它发布到这么多地方去喔 第二个呢 你去录影片 录完影片呢 你可以把它同时发布到YouTube平台 然后再用影片呢 把这个YouTube的影片 迁入到你自己的部落格 或者是自己的官方网站 避免流量外流到 YouTube平台去 要把流量引到自己的平台 自己的部落格 自己的官网 或者是 再把这些影片 发布到 个人的脸书 还有个人的脸书 粉丝页 或者是再把它 po到IG平台等等喔 所以 第一个写完章 第二个录影片 这两个都是 持续产生内容的方式 而且 要同时曝光到这么多平台去 就算 贵公司只有一个行销人员 也许就是你自己 你也必须每天做这件事情 因为只有不断的曝光 让陌生的客户 加深对你的印象 才能够让别人忘不了你 那你不要以为 写文章很困难 其实这不是在写作文 而是短短的几十个字 或者是几百字的 专业分享而已 分享你的专业 可以帮助别人的文章 这个最后呢 记得要 倒回你的名单收集系统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文章 或在影片最后 你都要告诉人家说 OK 请订阅我的Lite 或者是请订阅我的电子报 或者是有点击 让他可以点了之后 连到你的名单收集页面去 那你可以每天 一天写一点点文章 一个礼拜呢 做一个影片 一天写一点点文章 比如说三五百字就好了 一两百字也OK 然后一个礼拜呢 试着做一支影片 持续这样 每天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们再去观察一下 这个文章和这个影片 哪一个比较受欢迎 比如说 你把它放到脸书上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到 哪一个文章的战数 按赞最多 或者是分享最多 或者是哪一个影片的 按赞数最多 分享最多 然后我们再把这篇贴文 拿去买脸书的广告 拿去买付费广告 因为你已经实际 发现这篇贴文 是比较受欢迎的 那我们就把这篇贴文 拿去做广告 加速它的曝光 快速的扩大曝光量 然后再大量的收集更多的名单 每天固定去做一件事情 持续一周两周之后 其实你就会变成习惯 比如说你一个礼拜 写六天的文章 一天的影片 做一天的影片 那这样成为习惯之后 我们就能够掌握持续做好 我们行的节奏 这是我给大家以上 八个要点 检视你这八件事情 有没有持续去做 然后呢 两件事情 就写文章跟录影片 每天持续做一件事情 很简单 每天只要持续做一件事情 久了之后 这个累积的力量将非常大 希望能对大家帮助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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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